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以下內容取材自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 文字刊登於《大紀元新聞網》 最近十幾年來 中共開始了一種所謂小組治國的模式 所有組長都由最高領導人兼任 之後這些小組再變成各種各樣的所謂委員會 變成了由中共黨魁本人直接來負責來管 整個權力就抓在手裡 實際上這當然是一個個人獨裁政體的模式 將以前的集體領導這種政府運作體制修改了 但最近這種情況似乎有所改變 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主任鵬交給國務院總理李強 由於中國金融海嘯正在爆發 中共歷史上由報下為領導人揹鑽的這種局面 是否再度上演呢?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表示 大家可能還記得2020年中國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也是小組負責 當時中央應付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是李克強 而不是習近平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如何應付這個疫情 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 唯一的辦法就是封城 結果一定是民怨沸騰 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害怕 都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就推了給李克強 推給李克強的意圖 就是需要他在關鍵的時刻可以揹鑽 國軍指出現在的情況也差不多 因為金融危機不是只是迫在眉睫 而是已經爆發了 中夕是恆大爆煲 北京沒辦法處理 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變成了燙手山湖 就要設法推給李克強了 時政評論人士李一平表示 在幾個月前8月22日的時候 諾貝爾經濟學長的得主 保羅·克魯納曼 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稱 《中國的經濟危機到底有多嚴重》 在這篇文章中 克魯格曼提到 導致中國巨大經濟危機的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房地產 而中國房地產已經到了完全走投無路的地步了 根據中共自己的專家調查和估計 現在的空置房就是一些做好了 賣了出去但沒人住的房 就已經是1億2千萬間 加上有人住的 合計數量是現在14億人都住不完 但是房仍然在建造 哈魯格曼還提到一個因素就是地方債務 地方政府的債務 按照中共財務部的數據 地方政府的債務是35萬億 但是這部分只計算了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 按照高盛集團的估計 應該是94萬億 因為還有很多隱性債務 就是不是靠發行債券來借債的 是政府找銀行借錢投資的一些項目 繩頭公司的那些債務 總共加起來是94萬億 如果加上中國居民債務77萬億 就2023年上半年的數據 中國總體債務是171萬億 達到GDP總值的160% 已經大大超出了世界各國供應的境界線了 而中國經濟現在正急速地下滑 債務鏈徹底斷裂 債務鏈斷裂之後 整個金融體系就是一個大崩盤 現在已經是迫在尾接 很快就會看到了 李一平表示 中共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結構性的 因為中共從40年前開始就已經在積累問題 中共建立的權貴資本主義體制有一個特點 從一開始就利用中國的人口紅利 運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自然資源 去生產廉價產品 然後傾銷到全世界賺取外匯 賺了錢之後 一部分是被權貴瓜分 用於奢侈性消費和對外轉移資產 還有一部分就是維持龐大的政府開支 包括政府工作人員、黨政軍工作人員的開支 還有擴展軍備和維穩體系 還有一部分是用於基建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還給老百姓 老百姓享受的中國GDP佔比只有8% 在全世界幾乎是戰底的 中共殘酷地剝削了老百姓 所造成的後果就是老百姓根本沒有消費能力 國家的市場就沒有成熟起來 說要搞資本主義 結果沒有成熟的國內市場 最後必然就要爆發經濟危機了 中共在每一次危機來臨的時候 就會將危機掩蓋住 將這個危機一直往後推遲 推遲到現在已經過去了40多年 已經到了推不下去的程度 這個時候將李強推出來 這個明顯就是習近平要謝側 而李強就是最好的一個人選 因為習近平想要找一個人幫他負責任 而這個人一定不能駁嘴 不能反駁 不能為自己身辨 而李強就剛好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李強雖然是一個用才 但跟中共其他官員比起來 他不算太兇 這個人的天性看起來比較猶順 這種人正很為領導人揉獲 如果將這件事改放到蔡奇或黃小紅 這類人身上 雖然現在他們是當奴才 但如果你將他們逼得急了 他們可能會反擊 至於其他派系的那些人 就更加不能被他們揹獲了 比如說是胡春華、光陽 他們肯定會抓住機會就要反駁、造反 所以在這方面 習近平自覺只得一塌糊塗 但玩計算搞權鬥確是一流高手 這個揹獲的人他選得真是對 獨立電視製作人李軍表示 一般情況下中共卸責有四個方向 第一是推給美國 所謂境外反華勢力 中共什麼都推不掉 就會推給美國 包括六四、反送中、疫情 都是推給美國 都是說美國做的 第二個就推給老天爺了 好像大饑荒一下子餓死了幾千萬人 就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其實完全是一種人禍 第三就是推給下步 好像文化大革命 最後是誰做的 說是四人幫做的 但是四人幫如果沒有毛澤東 就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好像在這次疫情 到最後青寧都說成是幹部層層加碼 才造成了那麼多人禍 再難全部是基層幹部搞出來的 中央永遠是對的 第四就是推到老百姓頭上 好像這種所謂僑峰經驗 群眾兜群眾 最後造反派把劉少奇鬥死了 是群眾鬥死的 中共犯了太多錯誤 犯了那麼多錯 但是又要一貫正確 那怎麼辦呢 就只能把責任全部推給人家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我們的指數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